EIDL申请下来了之后,这笔钱应该怎么用才算是合理合法按照要求的呢? 今天这个视频我就带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您申请了EIDL的贷款或者说Advance里面的Grant免还款的金额 这笔钱能用在哪些方面,不能用在哪些方面 注意,如果说用错了,可能是会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哦 大家好,我是如远行者 我这个频道主要聊一聊成年人之间有关钱的话题 近期呢我也会围绕有关美国刺激经济法案做出一系列的视频更新 如果你对此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一下我的频道,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吧 好了,我们来说EIDL 之前我发布了两个视频 一个是有关EIDL重新放开的对所有小企业自雇人士个体户的申请 以及里边有一个每个人一千块钱高达一万块钱的免还款的额度 这笔钱呢是叫Grant 还有一个视频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免还款和这个贷款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这个视频我就来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说您申请下来了EIDL这笔钱应该怎么用 那第一个我们就要分清楚EIDL的类别 EIDL就是Economic Injury Disaster Loan 它是用来对小企业在遇到经济灾害之后的一个扶持款项 它本身都是存在的 而不是因为这次大流行它才有的 而它呢是一项贷款您是需要还利息的 那么EIDL里边还有一项就是免还款 我之前视频里边提到的Grant 在官网呢它叫Advance 这部分钱呢就是每个人可以拿到一千块钱 一个公司呢最高可以拿到一万块钱 这个钱是免还款的 这个钱呢其实是这次大流行当中的关怀法案里边给大家的一个扶持法案 以前是没有这部分钱的这个Grant或者说Advance呢是这次大流行的纾困方案之一 所以现在我们就弄清楚了EIDL有贷款 还有这一次大流行的EIDL GrantAdvance免还款 不管说你领到了这个免还款的Grant呢 还是说您申请到了贷款 这部分钱的用法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以这个贷款来举例子 因为贷款涉及到要签合同还有一些协议 所以说里边的细节会更多一下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贷款的要求来看看这个您领到的Grant应该怎么使用 首先如果说您的贷款超过两万五千美金 它是需要您有一定的抵押方式的 不管说您的公司有房产还是有其他的办公设备 它是要求你提供抵押的 那么这个贷款的利息呢是百分之三点七五 如果说您的贷款金额在两万五以内 基本上是不需要让您提供任何的抵押的 您在申请EIDL之后呢 会收到他们官方的确认邮件 如果说他们通过了给您的审核 会让您去建立一个账户 您通过这个账户呢登录进去 就可以看见自己可以贷款的金额了 它告诉您的这个金额是可以贷款的最高项 您可以自己去调节 只需要您在这个范围之内选择一个您想要的金额就可以了 但是这里说一句题外话 贷款终究是债务 如果说您不是急需要用这笔钱 能不用就不用 羊毛出在羊身上 其实这笔钱呢也算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首先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一下 这笔钱可以花在什么方面 不可以花在什么方面 那么它可以花在你的商业活动上面 比如说您做的这个生意是需要租一个工作室的 那这个工作室的房租当然可以用这笔钱了 只要和商业活动相关都是可以的 其次呢还有就是你的payroll 就比如说您要给员工发工资 那这个工资当然是可以用这笔钱的 这个生意需要运作的一些基本费用 您都是可以用这笔贷款进行支付的 那么有哪些是不能支付的呢 如果说您的公司有股票的话 股票的分红是不能用这笔钱来进行支付的 不可以用作公司的扩大 大家记得这笔钱EIDL是经济救援的一个贷款 经济救援就意味着您连自己本身的这个商业活动都很难以维持 所以说您需要用到这笔贷款来帮助您 您用于公司的扩大扩张 那很显然这个就不符合这个紧急救援的贷款了 另外您这笔钱是不能用来作为物理伤害的 比如说我租的房子里边有什么东西坏了我要去修 那这笔钱是不能这么用的 不能用作您其他贷款的refinance 您比如说您之前有一个长期的贷款 那么利率可能不是很好 现在的利率很好 你想把它refinance一下 可不可以用这笔钱 当然是不可以 您这笔钱只能用于基本的商业运作 商业维持 比如说您现在因为这个公司拿到这笔钱了 您想给公司配一个新的车可不可以 当然是不可以的 因为这也算是您扩张生意或者说提高生意品质的一个标准 因为这笔钱是紧急急用钱 只能用来维持基本的商业运作 那很多人就说了那我这笔钱应该怎么用呢 或者说我应该留下什么证据呢 一定要留下证据 所以说这笔钱您在使用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把它的资金流向都一笔一笔的记得非常的清楚 比如说我用来支付工资了这个W2 那么这个W2Payroll的这个证明你需要做保留 每一笔都要清清楚楚的记清楚 美国呀就爱流行这个秋后算账 您要是没有记清楚万一万一它来查你 你没有这些东西最后不是要交罚款吗 所以说我说这笔钱呢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但是同事要说了这个查验呢也不一定非得查你 因为它这个并不像是PPP薪资保护计划 因为PPP薪资保护计划这笔钱都是免还款的 您可以用于给员工发工资以及维持商业 而这部分钱EIDL呢它是贷款 所以说它并不一定会查你 但是是有可能的 那尽管有可能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我们大家现在都不知道 所以不管它查不查验 您一定要把这笔钱的资金流向一笔一笔都记清楚 还有一项其实特别有意思 它里边有一个Hazard Insurance 就是自然灾害的保险 你说这个保险它为什么让你买呢 其实您贷款在两万五千以上就会有抵押 抵押你的房产 它是必须要要求你买这些自然灾害的保险的 因为像有些地方发洪水了发自然灾害了 可能您这个房产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就一文不值了 那您拿这个房产去抵押可能他们会有损失 有房产等类似这样的资产的时候 他们是要求您要购买自然商业保险的 还有这笔钱呢 其实您不是说拿到了就一定要马上开始用 您可以暂时不用 您在拿到了之后您完全也可以 比如说我把它取出来 我放到一个利息比较高的账户里边先存着 还能收着利息等我要用的时候再用 当然也是可以的说得通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贷款毕竟是债务 还是那句话能不用就不用 除非为了这个商业的维持下去 为了您这个生意继续能运作下去 您必须得用 那么您就申请 另外我刚才说到这笔钱可以是用来做配肉W2的支付的 之前给员工付了多少钱 那么这个钱你同样的金额去支付 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如果说您之前给员工每个月发两千块钱 然后您拿到这笔贷款了之后 您给员工一下的发五千 那可能他在查到您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奇怪 最后一点就是大家会问 那我拿到这笔钱了之后 SBA他怎么会知道我这笔钱用到哪里呢 其实他不知道 就跟您在看我的视频 我让大家给我点赞 您有没有点赞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那SBA这边也是一样的 但是您在拿这笔贷款的时候 是不是要签一个agreement 就是要签一个合同一个协议 在这个协议里边就写着SBA有权利查看您这笔资金的流向 他们不一定会要查 但是他们是有权利查的 而且他们要来查您所产生的费用 需要您自己承担 那还有一个就是网友可能会问 那如果说这笔钱我就是把它乱用掉了 我没有按照这个要求 我拿到了一千块钱 我就把这一千块钱呃给我的自己的车还贷款了 或者说我自己呃买了一个好车 或者说我自己在超市买了好吃的 那我就违反了这个协议 我违反了这个协议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如果说SBA没有查到您 那当然是没有关系的 那如果说您很不凑巧被查到了 那您在这个贷款的协议里边可以看到一项 他会让你支付一个罚金 这个罚金就是给您贷款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如果说您贷了一万块钱 你没有按照要求使用这一万块钱 他们是有权对您进行罚款的 这个罚款高达一万五千美金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EIDL 它是一个烫手的山羽 为什么是自雇人士各体户还有小企业用来贷款呢 它是来帮助这些人进行商业的继续运作的一部分费用 而不是像之前发的一千二百块钱的纾困金 那样给你舒缓自己家庭困难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 如果说您的商业运作当中真的需要用到这笔钱 那您就去申请 如果不需要 建议大家千万就不要再去用这笔钱了 哎对了他还写了 如果说您看完如远行者的视频 没有转发没有点赞也是会有罚金的 好了给大家开一个玩笑 总之一句话EIDL的这个钱呢 您要把它用作救助自己生意 救助自己企业的开支项目 不要把它用在个人或者说投资理财方面 这些都是不合规矩的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了 但是我本人并不是什么专业的投资理财师 或者说律师会计师 所以说这个视频呢仅供大家交流分享学习 如果说您在EIDL方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 或者说专业的会计师 让他们帮助您尽量减少您自己的损失 大家好我是如远行者 我这个频道主要聊一聊求年人之间有关钱的话题 如果你对此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吧 拜拜